第三单元 温暖的家 听听说说 聆听同事家和同学说是感人的地方 再说出你最喜欢谁的家 树叶是小毛毛虫的摇篮 花朵是蝴蝶的棉床 歌唱的鸟儿 谁都有一个舒适的巢 辛勤的蚂蚁和蜜蜂 都住在漂亮的大宿舍 螃蟹和小鱼的家 在蓝色的大海里 绿色无际的原野 是栅猛和蜻蜓的家园 可怜的风没有家 跑东跑西 也找不到一个地方休息 漂流的云没有家 天一阴就极得不停的流眼泪 小弟弟和小妹妹最幸福呢 生下来就有妈妈爸爸给准备好了家 在家里安安稳稳的长大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同学们想一想 什么是家 大家想了之后呢 可以把它记住下来 或者是收在信里面 什么是家呢 家是不是随便一间房屋 都可以称之为家呢 好 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 1.我爱我家 家是什么 家是一盏灯 一个房间 一张舒适的床 有了灯 不再害怕 夜晚没有星星和月亮 有了房间 不再担心风吹雨打 有了床 累了 困了 可以睡上甜甜的觉 家是什么 家是一轮太阳 爸爸妈妈欢乐的笑容 合成温暖的阳光 我们现在来一起理解一下 课文的内容 之前老师提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认为什么是家 好 在这一篇课文里呢 作者呢 他就用了很多别的东西来形容 什么是家 来带大家更加理解家的含义 家呢 不是随随便便一间物质呢 我都可以说这是家 这个 这里有很多间家 我不可以这样形容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家是用在哪里的 家是什么 好 家是什么 家是一盏灯 一个房间 一张舒适的床 好 在这里呢 作者呢 简单的列出家是什么了 他不是认为家就是一盏灯 其实这是一个比喻来的 好 我们先看哦 他认为家呢 就是就好像一盏灯 好 在这里呢 有很多个量词了 我们一起找他出来哦 好 你们可以按暂停 找 玩过后呢 才按播放 三 二 一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盏灯的盏 一个房间的个 一张舒适的床的章 好 同学们 你会发现到 哎 好多个量词 所以这些就是量词了 大家要注意 来 现在我们来看 他说 家就像一盏灯 就是一盏灯 一个房间 好像一个房间 还有一张舒适的床 有一张舒适 什么是舒适呢 舒适就是代表很舒服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刚才他说 他把家形容成 灯 房间 床 好 他有解释为什么的 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看 有了灯 不再害怕 夜晚没有星星和月亮 有了房间 不再担心 风吹雨打 有了床 累了 困了 可以睡上甜甜的觉 所以在这里呢 他就说了 为什么他把家说成是 灯 是房间 是床 因为有了家 就是灯 就是代表 其实是家的意思呢 他不再害怕 夜晚没有星星和月亮 这个说明了家给我们 给我们安全 给我们觉得很安心 就是我们起码有一个家 可以让我们不再害怕 别的 不再害怕 会比较勇敢 有了房间 其实意思呢 就是有了家的意思 不再担心 风吹雨打 就是你有一个温暖的家呢 你知道你要去那里 你就不会害怕 风吹雨打 就不会害怕 有什么事呢 我就会可以回家 家就是我们的避风港 有了床 床呢 就是他形容了 累了 困了 困的意思呢 就是觉得爱睡了 可以睡上甜甜的觉 所以这个是作者对家的定义 他认为家呢 就给他不再害怕 也不再担心 就算他累了之后呢 他也有一个家可以睡上甜甜的觉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 家是什么 家是一轮太阳 爸爸妈妈欢乐的笑容 合成温暖的阳光 在这里呢 作者就说 家就是一轮太阳了 他把家 他的家 形容成 一轮太阳又出现量子了 在这里 一轮太阳的轮呢 就是量子 他说 爸爸妈妈欢乐的笑容 合成 就是他们组合成温暖的阳光 如果说 什么是家呢 家好像太阳 太阳散发出来的阳光呢 就好像爸爸妈妈欢乐的笑容 所以在最后一段呢 他就带出 怎样才算是家 家除了是 有一间 房子之外呢 里面要住着谁呢 你的家人 爸爸妈妈 这样才算是 一个家 如果是随随便便 街上一个房子呢 我可以说 它是 我的家吗 不可以 因为这个房子里呢 没有 你 心爱的 家人 所以 什么是家 家呢 是 一个 遮风挡雨的地方 一个屋子 里面 住着 你心爱的 家人 我们才可以 算是家 所以你们来看 家怎样写 一个屋顶 里面住着 里面一定要 住着 你心爱的 家人 这个才可以 算是 家 所以同学们 作者所说的 家和你们 心里面 想的家 是一样的吗 是的话 就恭喜你们了 好 现在我们来一起 看一看 一些 课文里 所用的 修持手法 就是他所写的 他所写的 方法 我们都称为 修持手法 好 在里面呢 他使用了一个叫做 色问的 修持手法 什么是色问呢 色问的意思就是 他问了问题 他自己回答 自问自答 以引导读者的注意 和思考问题 所以在里边呢 他 作者 他采用了 这个色问的 修持手法 好 现在我们来一起 做一个小测试 你们认为 这三个句子里边呢 有哪一个呢 就是哪几个呢 是有用的 用到这个 色问的方法的 好 比如第一句 家是什么 家是一盏灯 一个房间 一张舒适的床 第二句 家是什么 家是一轮太阳 第三句 你认为 家是个温暖的太阳吗 好 同学们 这个一二三里边呢 哪一个是彩 有超过一个答案的 当然 哪一个是采用到色问的呢 好 同学们按暂停 记录好答案之后呢 才按播放 相信同学们已经记录好了 好 我们来看了 色问呢 就是代表 自问自答 你问了问题 你自己回答 所以他 问了问题 家是什么 他自己回答 家是什么 所以 第一句 有采用 色问的方式 第二 他也有 自问自答 他问 家是什么 他就回答 家是一轮太阳 所以第二句 也是有用到色问 第三句呢 你认为家是个温暖的太阳吗 他问了 但是他没回答 所以他没有采用到色问的修持手法 同学们 你们答对了吗 色问就是这样简单 意思就是自问自答 作者通常用这个方法呢 是要引导读 读者呢 能够注意这个问题 然后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有时候你们写作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来吸引 引导读者的注意 好 同学们 老师要为大家介绍 课文里也是有用到的一个修持手法 第二个修持手法 他的名字叫做比喻 比喻 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某一个事物 或者是环境来比跟另外一个事物或环境 通常他们是有共同点的 好 再不难看得出 他是不是有用这个比喻手法 只要你句子里面呢 大多数呢 他是有一些关键词的 就好像有像啊 是啊 是啊 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好 以下来一个是有采用比喻的修持手法的 我一个一个读给大家听 第一个 爸爸是一棵大树 保护着我们 不受风吹与打 这是第一句 第二 这个布娃娃 是我最心爱的玩具 第三 今晚的月亮 像圆圆的大灯泡 好 同学们 你们试试做看 读一读这三个句子 哪一个是有用到比喻的手法的 记录下来 现在可以先按暂停 记录好答案之后 按播放 我们就会讨论答案 好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答案了 来一提一提看哦 之前我说句子里面 到的树是有像啊 是啊是啊 我们来看看哦 第一个 哦 他有是了 所以我们读整个句子 看他 是不是 把一个事物 形容成另外一个事物 爸爸是一棵大树 保护着我们 不受风吹与打 在这里他把爸爸 他把爸爸和一棵大树相比 所以他有笔吗 所以他有笔吗 他把它形容成是一棵大树 所以有采用到比喻吗 有 所以第一句 有用到比喻 来一个狗 第二句 这个布娃娃是我最心爱的玩具 哎 老师他也有事 但是老师说大多数有事 不一定是 有事的字呢 就是一定是用这个比喻的 我们读清楚 这个布娃娃是我最心爱的玩具 他说这个布娃娃 他只是讲给大家听 这个布娃娃是我最喜欢的 他有把它比成另外一个东西吗 没有啊 布娃娃本来就是玩具啊 他没有把它形容成另外一个东西 他没有把 他说哦 他是什么什么什么 像这个爸爸 他把它形容成像大树这样 这个才是比喻 这个没有 他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是我最心爱的玩具 所以他没有用到比喻的羞耻手法 好 第三句 今晚的月亮像圆圆的大灯泡 哎 有像的字 我们来看看它的意思有没有 他说月亮呢 他把它形容成圆圆的大灯泡 所以他有用到比喻吗 有 他因为圆圆的大灯泡也是亮亮的 圆圆的 然后跟月亮一样 他把它形容成像圆圆的大灯泡 所以他用到比喻了 所以这个我要打一个勾 同学们你们都打对了吗 打对了证明你们已经掌握了 什么是比喻了 比喻就是说一个东西像另外一样东西 我们就可以说他用了比喻 再打一个比喻 嗯 妹妹 妹妹的脸像美丽的花儿 妹妹的脸红红的像一颗红苹果 这个呢 就是比喻 把一个东西比成另外一个东西 当然他们是有关联的 不可以随随便便说的 是有关系到的 很贴切的 我们可以用 我们可以说他用了比喻 好 同学们 我们理解了课文之后呢 要想一想一些问题哦 好 第一题 作者认为家是什么呢 好 在课文里面呢 他把它形容成像很多东西 所以 作者认为家是什么呢 你可以列出来吗 第二题 根据课文 你认为家给了作者什么感觉 好 这里有一些给你们选了 嗯 家给了作者温暖啊 什么是温暖呢 就是你觉得不不热也不冷 很舒服的感觉 很安心的感觉 我们也可以形容成温暖 第二舒适 就是舒服的意思 第三担心 担心就是紧张 吵闹 吵闹大家都知道意思了 家有给了作者吵闹的感觉吗 接下来是害怕 家有给作者害怕的感觉吗 最后一个是安心 家有给作者安心的感觉吗 好 同学们 哪一个适合 你们认为他给的作者什么感觉 你们都可以记录下来 同学们 你们完成 啊 根据课文 完成这两道题目 记录在纸上 播放 我们就一起讨论答案了 好 相信同学们已经想好了 我们一起讨论答案吧 所以在里边呢 作者认为家呢 就像一 就是一盏灯 一个房间 一张舒适的床 还有一轮太阳 这些都是作者认为的 相信同学们都找到 都答对了 好 第二题呢 认为作者给 啊 家给了作者 什么感觉 好 第一个 温暖的感觉 课文里边也有提到了 嗯 他一轮太阳那一段呢 他有说家很温暖 舒适 家呢 给作者舒适的感觉 因为他把它形容成 一张舒适的床 接下来担心呢 是没有的 他没有这种感觉 吵闹也是没有 害怕也是 没有 最后安心 作者 有了这个家呢 他不再 害怕 他把它形容成像 家是一盏灯 然后有了这个家 他就不会觉得 呃 害怕了 害怕什么 他不会害怕 呃 夜晚没有星星和月亮 所以这个感觉呢 我们可以把它 讲成是安心的感觉 就是他觉得很 安全 这个就是安心 所以同学们 你们都答对了吗 答对的同学 恭喜你们 证明你们已经理解了 课文的内容了 现在我们来进入 认读词语的环节 第一 舒适 舒适 舒适是代表舒服和安逸 比如 这个女生呢 她躺在 一个一张舒适的床上 你看她的表情 她是非常的舒适 非常舒服的感觉的 第二 担心 担心 担心呢 就是放心不下 好 你看这个小女孩 一脸担心的表情 她担心什么呢 可能她还没有完成功课 要去上学了 第三 累 累呢 是代表疲劳 疲倦的意思 我们都可以称为累 好 第四 困 困呢 和累 有什么不同 累呢 就是疲倦 疲劳 困呢 就是爱睡了 疲劳到 很想睡觉的 所以我们可以 看这个 这个男生呢 他是又累又困的 他除了累之外呢 他还是很爱睡了 好 我们来看第五 轮 轮呢 在课文里边呢 他是量词来的 怎样用呢 通常是用在 圆形的东西 比如太阳 日 就是代表太阳 月 代表月亮 一轮明月 对不起 好 这里是一轮明月 我可以形容这一轮明月 或者课文里的一轮太阳 所以轮是量词 用在圆形的东西 第六 合成 合成 合成呢 就是组成的意思了 第七 温暖 温暖 温暖呢 我们可以 大多是用在气候 或者是环境 气候呢 就是天气的意思 今天呢 不会太热 也不会太冷 我就可以形容成温暖 或者是用在 通常用在温馨 给你有舒服的感觉 安心的感觉的时候呢 我可以说温暖 实际上呢 其实它是不冷 也不太热 我们都可以用温暖来形容了 好 我们进入十字教学了 是 舒适的是 要怎样记得 怎样写呢 一个小帆船 船上在舌头 一个舌头的舌 然后有一个船 担 担 担心的担 一日 举手放不下 提手旁 一个日 然后一 就是一日 困 木头困在大方格 一个木 被一个大方格给困住了 合 一人一口 一个人 一口 就是合了 好 接下来介绍一下水部的字 三点水的字有温暖的温 满 滴 水滴的滴 阳 海洋的阳 浪 海浪的浪 波 波浪的波 还有哪些水部的字 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说一说 接下来日部的字有 温暖的暖 晚上的晚 时 时间的时 明亮的明 星醒的星 晴天的晴 还有哪些日部的字 说一说 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说一说 在这里你会发现到日部的字都跟 阳光有关系的 好像温暖的阳光暖 有太阳呢 就会觉得有一点热度 所以好一个小小的日 在那边就是代表温暖的意思 不会太热 也不会太冷 晚上的晚 有一个日 日 免就是太阳下山了 就变晚上了 还有时间的时 也是有一个日 明亮的明 跟太阳的亮度有关系 有个日 星星也是有个日 晴天也是有个日 太阳出来的时候 就是晴天 好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多音字 这个多音字呢 它有两个读音 一个是丹 担心的丹 担心 当当 当当 还有负担 在这里呢 读成第一声 当的时候呢 它意思就是负责 承担 担心就是 好像 妈妈很担心 因为哥哥12点多 出了街还没有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用担心 当当 在这个团队里面呢 我负责的是什么 我单单一个组长的角色 就是我是一个组长 我需要照顾我的组员的 负担 负担就是 好像比如 爸爸的负担很重 他要一个人养活 一家六口 就是家里有六个人 他一个人打工 所以 他的负担很重 就是他承受的 他要养几个人 他承受很多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负担 接下来是 蛋 蛋呢 大老数是用在量词的 大家看 蛋子 就是 他背在肩上的 这个就是 蛋了 蛋子了 蛋子 中蛋 两蛋材 这个就是量词 两蛋材的蛋 就是这样子 比如这个老温 他背着 两蛋材 就是他有背着两蛋 这个 木材 接下来第二个多音字呢 是累了 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读音是什么 雷 雷 雷醉 雷醉 雷醉呢 就是拖累 麻烦的意思 你不要带这么多东西 很雷醉 就是你不要带这么多东西去旅行啊 有五个旅行包 是非常雷醉的 就是很麻烦的 很拖累的 你要赶到半死啊 或者是 果实 雷雷 果实 雷雷呢 就是代表 看这个图片就明白了 就是收成很好 果实 雷雷 很多东西 重叠在一起 好 第二 雷 雷 当他读成雷的时候呢 就是雷鸡 雷鸡 就是 鸡少成多的意思 雷鸡 读成第三声 读成第四声的时候 累 累 劳累 就是很疲倦的意思 当他读成第四声 一定是代表疲倦的意思 累 劳累的累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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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琪琪醒来一看,枕头边放着一只可爱的布熊。 妈妈走过来,祝琪琪生日快乐。 琪琪问,妈妈,您怎么从来不过生日? 妈妈笑着说,我忘了。 吃过早餐,妈妈要去上班,拿起包一看,里面装着一只布熊。 她正要往外拿,琪琪赶紧跑过来,按住妈妈的手,说。 妈妈,这个布熊是我送您的生日礼物,您总是忘了自己的生日。 今天,我把生日借给您。 妈妈抱起琪琪,笑了。 琪琪也笑了。 好,这是一篇非常简单的课文,我们来一起理解一下课文的内容。 早晨,琪琪醒来一看,枕头边放着一只可爱的布熊。 妈妈走过来,祝琪琪生日快乐。 琪琪问,妈妈,您怎么从来不过生日? 妈妈笑着说,我忘了。 所以在这个课文里,我们看到主要人物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琪琪还有她的妈妈。 在那一天呢,是琪琪的生日。 所以妈妈呢,给琪琪一个惊喜。 她就在琪琪的枕头旁边呢,放了一只可爱的布熊。 这个布熊呢,就是琪琪的生日礼物。 那时候呢,妈妈就祝琪琪生日快乐。 琪琪呢,就会想到, 哎,我有生日。 怎么妈妈,您没有生日的呢? 妈妈那时候呢,只是随口回答。 我忘了,就是我忘了我几时生日了。 我只记得琪琪的生日。 好,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呢, 就是她的语法,你会发现到, 这个她用的是您。 您是代表什么呢? 您呢,其实也是你。 但是她用在比较尊敬的意思, 就是比较尊敬的你的意思。 通常我们是用在谁的地方呢? 通常我们是指, 比我们年纪大的, 比较尊敬的人呢, 我们就会用您。 比如老师,谢谢您。 父亲,母亲,奶奶,爷爷, 或者是你任何尊敬的人, 我们都会用您。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去过早餐,妈妈要去上班, 拿起包儿一看, 里面装着一只布熊。 那时候呢, 祝了琪琪生日快乐呢, 妈妈就和琪琪一起吃早餐了。 吃完早餐呢, 她就要去上班, 就是去做工啦。 她就拿起自己的包, 一看呢, 就看到里边又装着一只布熊了。 奇怪了, 送给琪琪的布熊, 为什么会在包儿里面呢? 好,那时候, 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事。 她正要往外拿, 琪琪赶紧跑过来按住妈妈的手, 说, 妈妈, 这个布熊是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 您总是忘了自己的生日, 今天我把生日借给您。 妈妈抱起琪琪, 笑了, 琪琪也笑了。 所以在这时候呢, 妈妈就想要把这个布熊给拿出来了, 琪琪就阻止妈妈, 她赶紧跑过来按住了妈妈的手。 她原来, 她要把这个布熊呢, 送回给她的妈妈, 当作是生日礼物。 为什么呢? 因为, 刚才, 她的妈妈说, 她忘了自己的生日, 所以呢, 琪琪就把她的生日借给了妈妈。 所以这个琪琪呢, 你认为她对妈妈是怎样的女孩子呢? 她是一个很关心妈妈的女孩子, 也可以说是她很孝顺妈妈的。 所以妈妈听了, 当然会觉得怎样呢? 会觉得开心啦。 最后一句呢, 就表达了妈妈和琪琪的情感, 就是他们的感受。 妈妈抱起琪琪, 笑了, 琪琪也笑了。 他们俩都非常开心, 因为他们互相都关心对方。 不只是妈妈关心对方, 关心她的女儿琪琪呢? 琪琪也是很关心她的妈妈。 所以同学们想一想, 你生日的时候, 有没有对妈妈说一声谢谢呢? 为什么要对妈妈说谢谢? 因为妈妈把我们给生下来了。 所以我们生日的时候, 也别忘了对妈妈说一声谢谢哦。 所以这篇课文呢, 看似非常简单, 其实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是琪琪和妈妈。 之间的爱, 之间的感情。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阶段。 好, 同学们, 这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了。 想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一大问题。 为什么琪琪把生日借给妈妈? 第二大问题, 你认为琪琪和妈妈的感情如何? 为什么? 好, 同学们可以按暂停, 想一想, 把你的答案记录下来。 接下来按播放, 我们就一起讨论答案了。 好, 同学们,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答案。 好, 第一题呢, 老师认为, 为什么琪琪要把生日借给妈妈呢? 就是因为妈妈她总是忘了自己的生日, 所以琪琪就把生日借给妈妈了, 是一番好意。 好, 第二, 你认为琪琪和妈妈的感情如何? 为什么呢? 这个呢, 就是老师自己认为的。 我认为呢, 琪琪和妈妈的感情很好, 因为妈妈呢, 会为琪琪庆祝生日, 而琪琪也会关心妈妈, 她知道妈妈忘了自己的生日, 还把生日借给她。 好, 第二题呢, 是属于思考题, 就是你要自己想一想的。 如果你有任何合理的答案呢, 也是可以接受你有自己的理由, 你就可以留言告诉老师你的答案, 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模一样才算是正确的答案, 只要它符合课文内容, 然后合理的呢, 都是可以接受的哦。 欢迎同学们跟老师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答案。 好, 我们现在来一起认读词语。 第一, 早晨, 早晨, 早晨呢, 就是早上的这一段时间, 就是天将亮的时候, 八九点钟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都称为早晨。 第二, 枕, 枕头, 枕头, 枕头就是这个啦, 你们睡觉的时候放在靠头靠着的东西, 枕头。 第二, 住, 住, 住的意思呢, 就是向人表示良好, 愿望就是助人家怎样怎样好的, 比如,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身体健康, 祝你学业进步, 祝你新年快乐等等的, 我们都用住, 记得呢, 是良好的愿望哦。 第四, 忘, 忘, 忘就是不记得的意思了, 因为不记得而没有做该做的, 或者是原本准备做的事情, 好, 比如这个表情, 就是忘记做一些事情的表情了, 好, 第五, 早餐, 早餐, 早餐很简单, 就是早上吃的那一餐, 我们就称为早餐啦, 丰富的早餐, 同学们早餐是吃什么的呢, 可以跟老师分享哦, 第六, 装, 装就是把东西装进器物里, 把水装进瓶子里, 装, 第七, 往, 往, 往就是表示动作的方向, 比如, 这位男孩往草场那边跑去, 这位男孩往终点那边跑去, 就是向哪里跑去的意思, 好, 第八, 赶紧, 赶紧, 赶紧就是表示马上行动, 毫不拖延, 比如, 时间要到了, 赶紧, 缩牙, 洗脸, 我们一起出去了, 赶紧, 第九, 按, 按, 按是一个动作来的, 可以说是用手, 或者是用指头按, 指头压下去, 我们都称为按, 第十, 总是, 总是, 总是呢, 就是, 啊, 时常这样, 经常如此, 我们可以用总是, 十一, 借, 借, 借呢, 就是把东西, 或者是金钱呢, 暂时给人家用, 借了人家的东西呢, 就一定要还了, 好, 借了就要还, 比如, 你的同学没有笔用, 你就借他笔用, 他用完之后呢, 就会还给你, 这个呢, 我们采用, 可以用借, 好, 我们进入十字教学, 我们来看忘的字, 应该怎样写呢, 心都死亡了, 怎么可能不忘记呢, 忘呢, 很简单, 一个死亡的王, 下面呢, 一个心就是忘了, 的忘, 好, 接下来是往, 往, 两个主人就是双人旁, 然后一个主, 互相来往, 按, 按东西的时候, 注意手的安全, 好, 这个很简单, 按呢, 是关系到手的吧, 所以一定是提手旁的按东西的时候, 注意安全, 好, 有一个按, 还有一个提手旁呢, 就是按的字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心部的字, 有哪几个, 忘记的忘, 总是的总, 想, 宁, 休息的习, 感, 感觉的感, 还有哪些幸福的字呢, 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沉, 真, 真, 餐, 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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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 读一读 舒适 舒散 舒服 舒舒服服 赶紧 紧握 紧张 紧紧张张 舒适 餐馆的环境舒适 让用餐的人 吃得非常愉快 舒散 老师要我们做热身动作 舒散一下筋骨 舒服 这里的空气清新 让人住得很舒服 舒舒服服 玩了一天 我只想舒舒服服的坐在沙发上休息 赶紧 要下雨了 我们赶紧回家吧 紧握 奶奶紧握叔叔的手 情绪十分激动 紧张 马上就要上台表演了 我非常紧张 紧紧张张 妈妈紧紧张张的出门了 不晓得要去哪里 读读说说 一 与愉快的语气 朗读课文 我家 说说家让作者想什么 家让作者想到一盏灯 一个房间 一张舒适的床 一轮太阳 二 假如你是琪琪 你会把生日借给妈妈吗 为什么 我会 因为妈妈非常爱我 只记得我的生日 而忘了自己的生日 我也爱妈妈 要让她也可以过生日 三 读读说说 心不快 总 旺 日不 心 暖 沉 其他例子 心不 凝 想 感 慢 日不 时 晚 心 是 四 读读说说 灯 东边的一扇窗子亮了 西边的一扇窗子也亮了 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灯 小妹妹 我们回家了 你看 那晚霞落到西山后面去了 山那边有他们睡觉的床 鸟儿也飞回巢里去了 他们的巢里还铺着白天太阳送给他们的温暖 你知道吗 在鸟儿的家里此时都点起了灯呢 当鸟儿俯卧在他们的巢里的时候 星星就挂在树枝上 变成一棵棵大树的灯 小妹妹 你快看 我们家的灯也亮了 在灯下 妈妈会给我们讲一个新的故事 小妹妹 我们快回家吧 语文乐园一 我的发现 泪 眼睛有水 卡 不上不下 笨 上面向人挥动手臂在走 下面是脚趾 独独想想 我们学习 我们一起学习 我们一起搭上学习的列车 同学们说个不停 同学们叽叽喳喳喳说个不停 同学们像叽叽喳喳的小鸟 说个不停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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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 不爱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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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爱 不爱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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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 我爱买 我爱买 我爱卖 得爱 得爱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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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爱 得爱太 得爱太 大爱太 能爱 能爱奶 能爱奶 能爱 能爱来 能爱来 可爱 可爱开 可爱看 可爱 可爱嗨 可爱喊 可爱喊 可爱 可爱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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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 可爱差 可爱财 可爱 可爱窄 可爱债 可爱窄 可爱窄 可爱摘 可爱财 可爱彩 可爱财 三声 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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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声